当地时间1月8号 伊朗向美军驻伊拉克阿萨德空军基地 发射了数十枚导弹 随着美移局势紧张 黄金价格在不断飙涨 现货黄金早盘价格一度升至1612美元每盎司 创下2013年3月以来的新高 截至14时金价有所回落 报1593美元每盎司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 黄金的避险属性 是金价不断走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团队复盘了40年来 5次主要战争期间金价的表现后发现 从地缘冲突开始升级 到对战争产生的预期的时间里 金价明显上行 而正式开战后 金价一般开始出现回落 长城证券认为 2018年以来的金价上涨 伴随了美国对全球其他主要贸易国家 不断挑起的贸易纷争 打乱了过去十几年以来 全球贸易一体化 主要经济体协同发展的经济格局 此外英国脱欧 中东局势紧张 也是影响重大的地区风险事件 也对金价形成了持续利好 此外金价上涨还受到美元疲软 全球持续负利率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有分析师表示 由于黄金在国际上是以美元计价的 美元汇率下跌便推高了金价 负利率环境意味着 把钱存进银行将蒙受损失 因此投资人更有可能将资金投入黄金 助推金价的增长 新京冒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